近期花蓮地區出現地方首長遭到冒用帳號進行詐騙的情況 除了設立假帳號向民眾借錢之外 甚至大膽的發送假訊息 要求民眾前往公所會面談公事 但是到了碰面時間卻發現被騙 而種種犯行讓遭到冒用的鄉長感到困擾 對竹珍個人形象上的一個物件 還有名譽上面的一個損傷 在選舉時刻來做匯款的動作 這都是千萬不行的 所以竹珍絕對不會用任何的理由 來請求大家匯款 目前刑事警察局也成立專案小組 進行追蹤調查 警方也呼籲民眾收到可疑訊息之後 務必小心查證 如果來這個傳送集息用錢或是購買禮物 或是動員相關選民到某一個處所去寄擊 這就是一個詐騙的這個太陽 所以請民眾特別注意 有關相關的案件 全國皆有發生 那刑事警察局已經成立專案小組 偵辦中 除了其案鄉長遭到冒用之外 目前從縣長華聯市長到鄉長已經出現七件假帳號事件 大選即將來臨稍有不慎就會涉嫌違法甚至影響選情 而假帳號詐騙也挑請候選人的敏感神經 需時新聞在Lovitz 何蓮吉安 採訪和道